貨車行駛在防汛道突然靠邊停 駕駛下車往後一看緊呆了 因為貨車的支撐腳 將一整排四台車子嚴重掛壞 第一台車板經外層被掛壞 第二台轎車後車為整個凹陷 板經還外翻 第三台車頭燈破裂 後照鏡被撞斷 最後一台車最慘 後車門像是被消掉一層 撞成那樣子很傻眼 很嚴重 車廠也爆駕了 二三十萬跑不掉 一共四台車子被刮烂 其中三台車是附近科技公司用車 出估維修費三十萬跑不掉 奏成整排車子被刮烂的起因 就是最前頭的這台貨車 L型支撐腳伸出來 他是說他有收 但是可能安全插銷 沒有插好被他跑出來了 不知道 事發十四號早上九點多 這一台貨車行進台中西屯區 疑似因為支撐腳沒有固定好 行進中滑出來 一路刮壞四台車子 有得整扇門板經向外翻 還好招式駕駛第一時間沒有跑掉 還挨家挨戶 找車主表示願意負責 因為他是碰撞到路旁的車輛以後 而且一直插撞下去 四部車輛都有插傷了 他才驚覺到或許是他的支架 剛才講的支架沒有收好 算司機第一時間有報警處理 但因為支撐腳沒有固定好 行進間滑出來 一共造成四台車毀損 還好貨車司機願意負責 沒有招式逃逸 只有韓志勤謝雲珍 台中採訪到島 這次是韓志勤謝雲珍 台中採訪到島